闪电战打成持久战,这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明知道美国要用持久战拖垮俄罗斯,让乌克兰成为第二个帝国分场。 难道普京总统不知道吗? 那个当年平叛车臣,出兵格鲁吉亚,吞并克里米亚和气迅猛果决的铁血硬汉, 却在乌克兰表现得如此惆怅不前,确实让人看不懂。 可能有人会说,俄军进展缓慢是因为担心商机平民而没有强攻, 但这个理由却很牵强,人不发兵,辞不为将, 自古以来战场上就不是表现仁慈的地方。 谁要在战场上讲仁慈,就意味着失败和牺牲, 相信普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除了使用飞人道武器和手段之外, 俄军应该尽所有可能加速推进其战略计划, 而不是拖拖拉拉的边打边停,边谈边休。 除非有一种可能,普京的原本计划就是打持久战, 只有持久战才能实现普京的五大目的。 自四月以来,俄军在闪电战卫过后转向了杯计划, 即撤出对基辅的围攻, 转而将重心转向乌克兰东部敦巴斯地区。 目前俄乌双方在乌东地区集结了数十万部队, 大决战很可能会在此地爆发。 有人认为,只要俄军在东部地区取得胜利, 那么就可以逼迫泽连斯基回到谈判桌上, 但这似乎过于乐观了。 对于俄罗斯来说, 即使攻下东部地区, 乌克兰也很难直接投降。 俄军要完成既定目标, 还得继续向基辅推进。 由此判断, 放弃此前指导黄龙的战术而从东部迂回, 只能说明俄军准备打持久战了。 战据陷入持久战, 也许拜登正在安自窃息, 但普京未必就会焦头烂额, 因为俄罗斯需要的也是持久战, 而并非闪电战。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俄军出兵乌克兰主要有三个目的, 即逼迫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中立化。 其实这三个目的都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首先如果一开始俄军在乌克兰就突袭成功, 或者乌克兰军队大规模投降, 那么俄罗斯就无法实现去军事化, 去纳粹的目的, 因为乌克兰的军事力量没有被消灭, 未来只要美国在乌克兰再次推行颜色革命, 他们依然可以被用来对付俄罗斯, 而持久战就不通了, 俄军可以逐步消灭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彻底摧毁其军事工业和军事设施。 如今俄军已经摧毁了乌克兰数千个军事目标, 空军和海军基本丧失殆尽, 这才是真正的去军事化。 同样去纳粹化, 打击亚苏银等极端势力, 也是一项长期的斗争, 而非一两次胜利就可以实现的。 其次闪电战也不太容易打负乌克兰, 让其真正实现中立。 这里所谓的中立, 其实就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虽然速战速胜能让乌克兰签城下之盟, 但如果乌克兰没有遭受巨大重创和损失, 签署再多的协议也是没有用的。 当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 虽然俄乌等国签署了明斯克协议, 但乌克兰换了新总统, 就立马撕毁了协议。 这是前车之鉴, 为了防止乌克兰反复无常, 俄罗斯只能对其进行一次彻底的深刻的教训。 对于乌克兰人来说, 战争持续越久, 被打得越痛, 教训才会更深刻。 更重要的是, 这次持久的军事行动, 还能让乌克兰人民看清一个事实, 就是美国人是铁钉不会救乌克兰的。 以前所谓的保护承诺都是谎言, 但乌克兰人不再对美国和北约抱有期待, 以后美国要再对乌克兰人实施忽悠政策, 恐怕就很难实现了。 除了这三个目的, 俄罗斯发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 还有两个更大的目的。 第一是敲打美国和北约, 捍卫自己的红线。 自苏联解体以来, 美国通过北约东扩, 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虽然俄罗斯为北约东扩划定了红线, 但美国和北约并不愿意遵守, 反而一直企图践踏这条红线。 所以普京需要用实际行动敲打一下对手, 来捍卫这条红线。 既然是敲打, 那么陕西乌克兰, 就不可能让美国和北约有痛的感觉。 只有让美国和北约陷得越深, 输得越惨, 对其产生的威慑效果才是最强的。 第二是打破冷战后形成的, 美国单级霸权主导的欧洲秩序。 打压俄罗斯, 遏制其崛起, 以北约为工具, 强化对欧洲国家的控制和影响力。 这是美国欧洲霸权的两个核心。 而俄罗斯要和平发展崛起, 就必须打破美国的欧洲霸权, 这跟中国崛起要打破美国的亚太霸权如出一辙。 不同的是, 中国选择以经济崛起为突破口, 而俄罗斯选择的却是战略突围。 所以才有后来的俄格战争, 克里米亚事件, 以及现在的乌克兰战争。 如果局势僵持下去, 乌克兰战争很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反击美国欧洲霸权的绝胜之战。 目前俄罗斯已发现了美国的软位。 即美国的盟友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 美国在国际上也不再是一呼百应的绝对权位。 从美国制裁俄罗斯就可以看出, 包括中国、 印度、 法基斯坦等非西方大国和广大的伊斯兰国家都是反对美国制裁俄罗斯的。 在世界两百多个主权国家和地区中, 反对美国和西方的已占了大多数。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 以自测乌克兰战术为契机, 建立一个广泛的反美阵营。 脱离美国的金融经济体系, 与美国主导的游戏规则分庭抗力, 似乎已成为了一种可能。 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西方, 俄罗斯抵击荷兰。 俄罗斯的经济实力, 还不如中国的广东省强, 它能否经得起持久战的消耗? 能否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西方? 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西方最严厉制裁的时势, 俄罗斯的经济金融正在遭遇严重的打击, 但这种打击不是致命的。 还不会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一场危机。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特别是油气资源, 已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来源。 同时俄罗斯也是粮食出口大国。 这意味着不管西方如何封锁打压俄罗斯, 俄罗斯然不会饿肚子, 也不会断又断气, 生存并无大碍。 俄罗斯已被西方制裁了几十年, 早已对金融链、产业链、 供应链等进行了调整, 去美国化也早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去年美元储备占俄罗斯总储备比例, 已降到了16%左右, 远低于欧元的占比。 很显然, 美国的美元霸权, 是无法完全摧毁俄罗斯的金融贸易体系的。 而且随着俄罗斯宣布卢布结算令, 还能变相提升卢布在国际上的地位。 除了内部未雨绸缪的举措, 俄罗斯的最大底气来源, 还有来自外部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支持。 中印不仅拒绝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而且还会增加来自俄罗斯的能源采购, 以解俄罗斯的燃眉之急。 从战略作用上看,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保持中立态度, 还能防止美国直接下场干预。 虽然美国在乌克兰战事初期, 公开宣称不会派兵介入, 但随着局势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在西方继续为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 俄军袭击乌克兰一架运在有西方武器的战机之后, 美俄直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却在增加。 但只要中国、印度、巴西等独立于美欧之外的中间力量保持定力, 美国就不大可能自己当预报, 而让中国等国家坐收羽翁之力。 也正是因为有中国等国在外围牵制, 减轻了战略压力, 俄罗斯才能够在乌克兰大展拳脚, 长驱直入而不用沾前顾后。 如果战争持续数年, 谁会最先崩溃? 毫无疑问, 乌克兰战争打得越久, 损失最大的就是乌克兰。 因为战场在乌克兰国内, 炸毁的公路桥梁, 工厂大楼都是乌克兰的财产。 如果按照美国的预测战争, 要持续数年, 那么乌克兰就会被打成一片废墟, 沦为欧洲最穷的国家。 其实乌克兰是最希望早日达成停火协议, 结束战争的, 但美国不同意也没办法。 乌克兰还得靠美国和北约的支持, 才能苟活下去, 所以也只能继续打下去, 直到美国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为止。 而欧洲也是最大的数家,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本来与欧洲国家无关, 但因为美国的推动和介入。